最近花蓮確診人數持續增加 信長徐正位也宣布從5月30號開始提供民眾免費快篩擴大篩檢 開放第一天一大早9點不到呢 雖然天空下了大雨 不過花蓮市衛生所外頭依然有不少民眾 搶在第一時間要確保自身安全 花蓮縣近日來確診人數持續增加 疫調足跡也遍布整個花蓮市區 縣政府從30號開始也在花蓮市衛生所外頭 搭建起一頂頂大帳篷 開設新冠採檢站提供民眾免費快篩 早上9點不到 雖然天空下著大雨 依然有許多民眾搶在第一時間 想確保自身安全 因為我們是在市場工作者 那因為會想或常常接觸到不同的客人 雖然我們在工作時間都有戴兩層口罩 可是為了家人跟顧客之間 我們還是覺得我們營業者先來做篩檢 就如果我沒問題之後 我對我的客人也有個交代 今天是因為之前去過的地方 有跟去陣子有重疊 就是他去過之後我隔天有再過去這樣 對會擔心 想說為了家人跟工作的 同事的健康還是來篩檢一下 還蠻快的 我大概只有等40分鐘左右吧 花蓮縣長徐正衛在29號的疫情記者會中宣布 個案只要是在花蓮市主權裡 國魂裡 主農裡 國安裡 民運裡及吉安鄉光華村的居民 如果有接觸疑慮就可以免費進行篩檢 上下午兩個時段各限量200人 我想其實到目前為止 花蓮的個案都屬於一個家庭的群聚個案 目前是沒有擴散出去 也沒有社區感染的狀況 但是我想我們鄉親還是有很多的擔心跟害怕 因此我們在花蓮市衛生所前面設立的篩檢站 是讓我們的鄉親如果認為自己有一些疑慮 甚至跟我們的確診個案有足跡重疊之處 這時候他們擔心 所以來這邊做篩檢 希望能夠藉由這樣的篩檢站的實施 讓我們鄉親能夠更安心 衛生局長朱家翔也呼籲採檢過的民眾 如果快篩結果為陰性 還是得自主管理7天以上 而這次的社區篩檢站對象 則是針對完全沒有症狀的民眾 如果有腹瀉發燒等跡象 一定要到醫院做更詳細的檢查及治療 記者 許立芹 環聯市報導